长风度上线41小时记录 站内热度破100000 破了年初狂飙的记录 已经要朝着年贯的趋势 第九集名场面 大家都看了吗 这一集也是风神的一集 顾九思自编为夫人讨公道 眼神坚毅 下手稳准 心思成澈 也是这一集 夫妇俩关系开始转变 这里有一个点 就是柳玉如说从来没有人会这么不问 缘由无条件地护着她 自她嫁入顾家 顾家上下 这是她从来没有过的体验 因此 前一集 她对骆子商 说自己绝不会背叛顾家 后面顾家陷入危机 即使顾家上下都给她准备好了 她义无反顾跟着顾家北上幽州 带着顾九思一路逃亡 很多人可能会觉着 柳玉如为什么会这么容易被顾家感动 被顾九思感动 但如果看过原著 看过她幼年被月仪囊搓磨 为了生存不得不服低作小 百般算计 就懂她为什么会对顾家如此不离不 而看懂这戏 也就会更讨厌柳玉如的母亲 苏婉的软弱 是因为她母亲不像母亲 大人不像大人 这是柳玉如不得不快快长大的 苏婉的软弱无能 苏婉是柳玉如的母亲 柳家大夫人 柳轩的正妻 她出身名门 江宁苏氏 嫁于柳轩算是低嫁 她与柳轩不算是怨偶 因为在柳玉如的记忆里 五岁之前 父母恩爱 家里的日子快乐又惬意 她觉得自己是世上最快活的小男 那么为什么会是五岁之后呢 这里在第八集提到的 骆子商约见柳玉如 说到一场大火 把苏家男丁烧得干净 从此苏母缠绵病榻 柳轩娶了岳姨娘进门 岳姨娘从没有把苏婉看在眼里 她太好拿捏了 苏婉被教育的在家重复 出嫁重复 根深蒂固一心指望 却不知道她的枕边人最是墙头草 商人逐利 是伪本性 苏家再无难盯 可为苏婉出头 等于说 苏婉从此无依无靠 柳轩想怎么拿捏都非常 原助理 苏婉甚至还羞愧于自己 只生了一个女儿 没有给柳家延续香火 害怕丈夫修了她 从此缠绵病态 把家里的管家权给了姨娘 任由姨娘搓磨自己 苏婉的心里 其实如果单说她个人 我是能理解的 她是封建里叫大家闺秀出来的女子 一辈子只懂得如何依靠父母与丈夫 如今父母骤然去世 她失去了囊家 而丈夫因为失去助力 对她嫌弃 她当然害怕自己无之可依 被秀的话无处可去 可是她的这种心理 不光害了自己 还逼得女儿快速成长 柳玉如小时候 喜欢爬树 喜欢弹弓 是顶快乐的小女娘 可是自从岳姨娘进门 她就慢慢变成了进退友 能说会道的嫡女 她从此转换身份 变成护着母亲的那个人 而她也不过是个孩子 即使成婚 也才十五年 苏婉失去了娘家的庇护 她的日子就一定过不好了吗 不是的 最初的五年 她与柳轩相近如宾 和梦祥和 说明她是有心想过安稳的日子 她如果不是过于沉溺在失去父母 兄弟 就应该撑着起来 养好女儿 生不出儿子又怎么样 妾始终是妾 包养一个妾的儿子 积在自己名下 也是当时很多人的做法 而且正妻要教养子女 也是衣物也是权利 就算再得宠的妾 也约不过这个正理 成为一个贤惠的贤内助 把名声扬出去 而柳家又是卖不了生意 做的是女眷生意 就非常靠女人的手啊 扬州城内达官贵人 结交夫人 就足够她安身立命了 但是 苏婉只会自怨自艺 缠绵病榻 放任家里混淆妻妾正统 也正是苏婉的软弱无能 导致了柳渔如从小到大 凡事都要靠自己 因此她从来没有体会过 旁人不问缘 又一味偏袒她 月姨囊的心机手腕 月姨娘在原住里 也不过是哄住了柳轩才 作威作福的 而电视剧里 她其实看起来 就没什么心机与手腕 就她这点自信思 柳渔如都轻松拿捏了 如果不是故事 她根本不可能 有耀武扬威的机会 第一次她出场 拿家里无人看顾的借口 想把柳渔如留下来 不让她去查会 柳渔如反手 就是讽刺她没去过高门大院 不懂规矩 怕丢脸 拿捏 而在人家的家里 不管不顾地动手打 而柳渔如还给她找补 这是一个有心机 有心机的人会去做的事情吗 她的见识这么多年 都没有长进 说明她其实也不是一个 真的会用心机的人 如果在她拿捏中愧 掌握全家的情况下 耗死大夫人 养废敌女 这才是妾室有的手段 但是月姨娘 养废的是自己的儿女 作为拥有柳家唯一男丁的人 她没有想过要给儿子谋什么 一心扑在 须知 前世眼前利 长远地立在儿子的未来 是农工商 即使是商人 也需要一个有出息的儿子 来继承家业 儿子的未来才是她最大的财富 可惜她从 所以才会被顾九四与柳渔如三言两语地 把儿子记在苏婉名下 看懂了吗 苏婉其实根本不需要过这样的日子的 她只需要稍微坚强一点 一点点手腕 就能拿住了丈夫 但她总觉着自己是去娘家庇护 是无用的人了 害怕被丈夫休妻 还在茶会前不让女儿去 怕女儿失望 凡事 你不去争 你怎么知道会有什么结果呢 而且已经在最坏的结果了 还能更坏吗 自己不能独立 大人不像大人 让女儿快快长大 成为庇护她的人 有时候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这句话说的没错 大家觉得苏婉值得同情吗 骆子商这个名字首次出现就差点横刀抢走了柳玉如的第一笔生意 当时柳玉如和周老板都已经几乎谈好 只能签字画压了 可是偏偏骆子商以更低的价格 更短的货期杀了出来 让周老板犹豫了 正当竞争也就罢了 可是私底下骆子商却想要拉拢柳玉如 好让柳玉如想办法让顾佳退出竞争 因为只要顾佳退出竞争了 周老板也只能和自己合作 那么所谓的更低的价格 更短的货期也就是虚的 当然 为了感谢柳玉如 骆子商承诺是成后会拿出三成的利润送给柳玉如 见柳玉如不无所动 骆子商忍得不行就来应的 他承认自己调查过柳玉如的一切 言下之意就是他知道柳家家族宠切灭期 这些年柳玉如和母亲都不好过 他更是直接挑明柳玉如为了嫁给叶世安处心激励了好几年 如今柳玉如嫁入了顾佳也不过是养人鼻息 说到这里 骆子商更是这样说 他能纵容你经商长家 也能收你大权 断你财路 让你过上和你母亲一样 一生悲惨的日子 不得不说 骆子商这一招挑拨离剑用的确实杀人诛心 如果用到其他人的身上或许可以走笑 但偏偏这些日子的相处 柳玉如已经彻底地相信顾九思 也相信顾佳 所以他不会做出任何对不起他们的事情 骆子商这个名字首次出现 就差点横刀抢走了柳玉如的第一笔生意 当时柳玉如和周老板都已经几乎谈好 只能签字画压了 可是偏偏骆子商以更低的价格 更短的货期杀了出来 让周老板犹豫了 正当竞争也就罢了 可是私底下骆子商却想要拉拢柳玉如 好让柳玉如想办法让顾佳退出竞争 因为只要顾佳退出竞争了 周老板也只能和自己合作 那么所谓的更低的价格 更短的货期也就是虚的 当然 为了感谢柳玉如 骆子商承诺是成后会拿出三成的利润送给柳玉如 见柳玉如不无所动 骆子商软得不行就来应的 他承认自己调查过柳玉如的一切 言下之意就是他知道柳家家族宠切灭期 这些年柳玉如和母亲都不好过 他更是直接挑明柳玉如为了嫁给叶世安处心激励了好几年 如今柳玉如嫁入了顾佳也不过是养人鼻息 说到这里 骆子商更是这样说 他能纵容你经商长家 也能收你大权断你财路 让你过上和你母亲一样 一生悲惨的日子 不得不说 骆子商这一招挑拨离间用的确实杀人诛心 如果用到其他人的身上或许可以走笑 但偏偏这些日子的相处 柳玉如已经彻底地相信顾九思 也相信顾家 所以他不会做出任何对不起他们的事情